在惯性参考系中 质典系的功能关系 以及机械能守恒等等的一些事情 现在我们再讨论一下 在质兴参考系这些关系 看看在质兴参考系中 功能关系和机械能守恒等等这些现象 我们会看到在质兴参考系 有一个很好的性质 就是不管你这个质兴参考系 是不是惯性系 这些规律都是存在的 并且和惯性系中的情况是一样的 我们先定义一个概念 内能的概念 质典系内能的概念 我们知道一个质典系的内动能 是怎么定义的 一壶水 里面水的分子的内动能是在 这壶水的质兴参考系中 这些水分子的动能的和 对吧 这个内动能和这个水的温度是有关的 那好了 这个质典系的内动能 再加上这个质典系 质元之间的势能 我们称为这个质典系的内能 内能是内动能 加上势能 一般来说 在我们这个牛的力学中 这个势能跟参考系有没有关系啊 什么叫势能啊 势能就是 这个参考系中 粒子之间的 质典之间的 内力 做工决定的 对吧 内力做工 当然跟参考系没有关系了 所以呢 这份能量 动能 跟参考系没有关系 所以呢 我们定义内能是指 内动能加上势能 也就是说 在质兴参考系中 动能加上势能对吧 势能你不要再说 在什么参考系了 反正它跟参考系没有关系 而这个内能呢 以后我们再讨论热力学问题 和其他问题的时候呢 是很重要的一个能量 好 内能 内动能 加上势能 我们看一下 在知性参考系 总工和能的关系 这个是呢 在知性参考系中 在某一个过程中 外力做的工 这个是呢 在知性参考系中 内力 非保守内力做的工 都打一撇 代表在知性参考系 结果等于呢 体系末态的内能 减去初态的内能 就是相对知性参考系 外力做工 和非保守内力做工的和 等于知点系 内能的增量 不管这个知性参考系 是不是惯性系 这个式子都成立 因为假如知性参考系 不是惯性系的话 我们还要 在方程的这一侧 加上惯性 加上惯性力做的工 对吧 假如知性参考系 不是惯性系的话 知性有加速度的话 那好 这边还应该加上一个 惯性力做的工 可是我们可以证明 惯性力在知性系中 做工等于零 所以这个式子呢 跟知性参考系 是惯性系的情况是一样的 为什么惯性力 在知性系中 做工等于零啊 你立刻会想到 知性系的两个宝贵性质的 一个对吧 哪个性质啊 知性系 知性参考系有两个性质 一个是 所有质源质量成 它的知性系中的位始 这个始量和等于零 对吧 原因是你把知性选作原点了 第二个宝贵性质呢 是在知性系中 每个致源的动量求和 等于零 零动量系 我们用第一个性质 假如致心有加速度 比如叫AC 整体有个加速度 那每个质源都受到了一个 惯性力的作用 这个惯性力等于 质源的质量 乘上AC再加负号 对不对 这个力和这个质源 关于质新的位始 RIP 插成 对吧 在求和 就是关于质新的力 关于 说错了 这是点乘 点乘之后呢 这相当于在 Data T这个时间间隔内 惯性力做的功 对吧 点成要求和的 对吧 这么一求和 AC呢 跟求和脚标没有关系 它是整体的一个加速度 提出来之后呢 里面就剩下 Sigma M RI 使量 这个使量就是零 这个和使量是零 所以它插成了AC 加个复号也等于零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 我们以前说过 我们第一支新参考戏的目标 在于呢 它有这么两个 非常宝贵的性质 所以脑袋里应该 经常有这两个性质 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最好呢 能达到不要用笔写 用脑袋一思考 就能想到这些事情 这是物理感觉 当然复杂的事 你写不出来 你会感觉到 会感觉到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支新参考戏 非常好用 这又是一个体现 那我这个就不知道证明了 我都说了 刚才这件事情不要证明了 就是惯性力作工等于零 在支新参考戏中 但是这个式子我们还要证明一下 在支新系中外力作工 加上在支新系中 非保守内力作工的核 等于内能的增量 这件事情我们说明一下 我写出来 这是外力作工 我这过程都是无限小过程 都是无限小过程 这是外力作工 在支新参考戏外力作工 是第二个粒子受到的外力 点乘上第二个粒子 在支新系中的位移 打一撇是支新系 然后求和 我把支新系中的位移 写成惯性系中的位移 减具支新的位移 省力叠加 好了 前面求和 这个求和 就是在惯性系中外力作的工 这项 对吧 这项什么东西 你把这个粒一求和 就是外力 对不对 合外力 就等于 合外力 在这个无限小过程中 对支新做的工 所以我就分解了 我把支新系中外力作工 分解成两项 一项是 这个支点系的外力 在惯性系中做的工 就这一项 得减掉 减掉和外力 对支新做的工 这个原因就是 拥有这个 时量叠加的形式 很容易看出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是 在支新系中 在支新参考系中 非保守力做的工 我们知道 这个非保守力 它程度出现的 内力 内力作工 跟参考系没有关系 所以这份工 也等于在惯性系中的工 对吧 它是 都是一对力 一对力作的工 然后求和 每一对力作的工 都跟参考系没有关系 所以求和之后 也和参考系没有关系 内力工 与参考系没有关系 所以打一撇 和不打一撇 是一样的 在支新系看 和在惯性系中看 内力作工 是一样的 好了 这两项都有了 下面我们就算一下 这一项加这一项 最后结果 是不是在支新系中 体系的能量的增量 是不是内能的增量 好了 第一项 DEXT打一撇 是这个 我写成两项 这个没电了 写成两项 一个是在支新系中外力 在惯性系中外力做工 再减掉 和外力对支新做的工 第二项呢 照抄 就是惯性系中做的工 这就看出来了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 我下一步 要把这三份工 加在一块 变成内能的增量 你怎么做 我的目标 让这三份工 加在一块 等于内能的增量 这一项加 这一项什么东西 关系系中外力做的工 和关系系中 内力做的工 这什么东西 前面这两项 什么东西 这两项求和应该是什么东西 体系 机械能的增量 对不对 体系 机械能的增量 减掉和外力 对支新做的工 有没有等于内能的增量 什么是体系的 机械能的增量 体系机械能的增量是 动能的增量 再加上 势能的增量 对不对 好了 动能的增量 相对于冠性系 因为你这两项都不打一撇 所以是冠性系 在冠性系 动能的增量 我们可以分解成 至新 相对于这冠性系 动能的增量 再加上 至新系中 动能的增量 对吧 那我把至新当中 一个致点 至新动能的增量 和这个什么关系 和和外力 对至新做的工 是什么关系 相等 对不对 这会你不要再想 势能了 就一个致点 哪有势能 那不就 剩下的不就是 至新中的动能增量 加上势能的增量 是不是这个道理 得想啊 得想 听课 一定要主动的听课 你别听我讲什么 你得想 对吧 是这个 是这样的 我看 这个图上黄色的 这两项 加一块呢 按照这个 动能定理 这点系的动能定理 这相对关系系的 应该等于 在这个无线桥过程中 体系的动能增量 加势能增量 然后呢 我把这个 第一项 体系的 致点系的动能增量 写成 两项 我用科尼西定理 对吧 写成呢 内动能的增量 和 致心的动能的增量 而致心的动能增量呢 跟这个呢 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呢 F点DRC呢 就是致心动能增量 所以减掉了 所以就剩在 中间这两项 中间这两项呢 恰好就是我们 刚才定义的 这个致点系的 内能的增量 就是内动能的增量 和势能的增量 内能的增量 就证明完了 好 下面这句话 我赶紧已经说过 如果 我们刚才写成这个式子呢 首先假定 这个致心参考系呢 是惯性系 对吧 如果不是惯性系 我们可以证明 惯性力做工等于零 所以你可以不写 所以我们就有那个结论 在致心参考系中 外力做工 加上非保守内力做工 等于这个致点系的 内能的增量 而不必考虑 这个致心参考系 是不是惯性系 好 关于守恒定律的含义呢 我想 我们只能简单地说一下 说一下它的物理概念 详细的论证呢 可能要在量子力学中去 比较严格地讨论 首先我们讨论一下 守恒定律和对分性的联系 我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守恒定律 大家说 什么叫守恒定律啊 我们以往认为呢 所谓的守恒定律呢 都是 某个物理量 在运动的过程中 不发生变化 对吧 这个认识呢 原则上是对的 但是有时候 可能要扩充一下 有时候扩充一下 那我们现在还这么认为 就在你的运动过程中 假如我能找到一个物理量 这个物理量呢 在开始那时刻 和中间任意时刻 当然包括末尾的时刻 都不发生变化 我们说这个物理量 在这个过程中是守恒的 比如对一个 EV运动的例子来说 如果它不受力 在EV运动 比如在X周方向上 它受的核外力等于零 那它的动量 永远是守恒的 开始 它的动量 和末尾的动量 以在过程中间 任何时刻的动量 都是相等 等等等等 这是守恒定律 比较一般的说 可能这个事情说的 我们不在一般 谈这个问题 就是在我们 这个问题情况下 我们就认为 有个物理量守恒 这就是守恒定律 什么叫对称性呢 对称性这个 我们要扩充一下 以前我们讨论的对称性 都是几何对称性 比如我们人 是左右对称的 对不对 以鼻梁子为 为一个界限 左右是对称 基本是对称的 耳朵长在两边 眼睛长在两边 对吧 比如一个球 这种对称叫反射对称 中间放一面镜子一照 你的这一面 就等于这一面 就相当于是 这种反射对称性 它是几何对称性 比如现在有个球 一个篮球 假如篮球表面 没有任何花纹的话 表面完全是平的 它有球对称性 就是关于那个球心 你转任意角度 你发现不了 你屋子里放个篮球 我进来踢了一脚 当我不考虑位置的变化 你这个球的转动 你发现不了 那假如我这个球表面 用那个钢笔画几个道 画几个标记 这时候一转动 可能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就破坏了球对称性 总之 这一类对称性 就是所谓的时空对称性 或者一般叫做几何对称性 就是我对这个体系 进行了某种空间上的操作 或时间上的操作 时间操作就是什么呢 比如这分泌核 太平天管那年放在这了 今天我一发现它没有变化 叫时间平易不变性 等等等等 空间我刚才说了 什么转动平动 反射等等 这是一类对称性 是很重要的一类对称性 但是还有一类对称性 就是物理规律的对称性 比如牛顿方程 它具有 加理率变换不变性 我对牛顿方程中出现的 力质量和加速度 在S S匹两个参考系中做变换 这两个参考系都是惯性系 这两个参考系之间 做匀数这些运动 我在S系中写出一条牛顿定律 或者一个例子 在S参考系中 它满足牛顿运动定律 F等于MA 然后坐在火车上看 同样这个例子 它满足什么规律 这个规律应该是F一撇 等于MA一撇 乘了A一撇 对吧 力质量加速度的关系不变 并且力加速度和质量 本身也不变 我在火车上看 还是F等于MA 我们称牛顿力学中的 基本规律 牛顿第二定律 满足加理略变换 斜变性 斜变性 斜同的斜 这个斜变性很重要 斜 斜变性 比如以后我们会谈到 在速度接近光速的高速情况下 这个例子的运动方程 这个方程就不是牛顿方程 因为我们要求这个方程 要满足劳伦兹变换斜变性 也是在S参考系 比如地面 有一个例子 比如它满足某个运动规律 然后在火车上看 如果火车相对地面的速度很高 接近光速的时候 这个变换就不是加理略变换 应该是劳伦兹变换 那你就要要求这个方程 这个基本规律 描述这个基本规律的方程 满足劳伦兹变换斜变性 就把里面出现的物理量 做这个时空变换 仍然保持原来的关系 总之这类所谓的变换斜变性 也是一类很重要的对称性 我们把原来那种时空的 那种几何上的对称性 扩充到物理规律的对称性 所以我们要讲 我们下面要讨论 这个体系 如果对有某种对称性 比如某种时空变化对称性 或者这个体系的动力的方程 有某种斜变性 这个时候 我能不能 不要具体地讨论这个物理规律 从更高的层次上 能不能揭示出 这个体系 它的某个 或某几个物理量是守恒的 要做这件事 这个事情比我们具体地分析物理过程 去找它的守恒量 好像来得更普遍一些 我们就是这个目标 结论是什么呢 这个对时空变换 我们干脆说了 什么平动 转动 或者是照镜子 空间反射 或者时间平移等等 这种时空变换 如果体系 具有这种时空变换的对称性 那么一般地说 体系都有一个 或几个物理量守恒 我能找到守恒量 我是一般地说 但是呢 有些时空变换的对称性 没有相应的物理量 比如空 时间繁衍变换 时间繁衍变换就是 时间T变成负T 比如我这个运动过程 我往那边西边 往西边走 对不对 一时间繁衍 我就这么走 对不对 就像电影 倒是放一样 如果体系具有时间繁衍 不变性的话 你找不到相应的守恒量 具体哪些时空变换 不变性 能找到哪些守恒量 这个呢 我们下面简单谈一下 不过呢 这件事要搞清 不是一个时空变换 对称性 就能找到守恒量 你们把书打开 咱们的教材打开 你们看243页 第9行 打开了吗 243页第9行 在这个教材中呢 黑字写的是 对应于每一种对称性 都有一条守恒定律 这个呢 请大家注意 就是有些对称性 时空对称性 没有守恒定律 没有守恒量 比如时间繁衍等等 你就知道这件事 不是所有的时空对称性 都有守恒量 一般的说 我们常见的是有的 但是比如时间繁衍等等等等 这些时间繁衍对称性 就没有守恒定律 或者没有守恒量 大家记住这件事就可以了 作为科普嘛 我们还尽量严格一点 别到时候出笑话 好了 我们具体谈一下 这个 如果一个质点 具有空间平移对称性 那么该质点的动量守恒 这个大家清楚吧 我说过一次 对不对 什么叫一个质点 具有空间平移不变性呢 我们就讨论意味 在X轴上一个质点 从X1这点挪到X2那点 它具有对称性 它的运动规律没有变化 是什么意思 对于质点来说 决定它状态的是什么 一个质点 我决定它运动状态 或者决定它运动状态 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大点声说呀 是力 对不对 那我们再宽泛一点 讨论呢 我不用力的观点 我再宽泛一点 广泛一点 讨论呢 决定这个质点运动状态变化的 这个动力学原因 或者外部的原因 是什么呢 是这个例子感受到的 势能 对吧 是不是啊 你笑什么 你看我们上堂 我举个例子嘛 就是势能曲线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画出了两个原子的分子 其中的两个原子之间的势能曲线 我通过这个势能曲线 我就能分析出 这两个原子的平衡位置 以及呢 这两个原子受的是 是引力还是吃力 对吧 我就能分析出来 所以我从那个 我从这个 这个两个原子 其中的一个原子 它所感受到的势能出发 我就能分析出好多呢 决定这个 这个原子运动规律的一些原因 所以我们说 一个质点 或者一个例子 它所感受到的势能 决定了它 它的运动规律 或者它的运动状态 变化的规律 既然这样的话 那一个粒子 一个质点 它验着某个方向 运动的时候 具有空间平衡对称性 那就表明啊 它感受到的势能 跟这个方向的位置 没有关系 对吧 否则不行啊 比如我这个例子 我在X方向上 感受的势能 可能是这个样子 它就有空间平衡不变性吗 当然不是了 比如在这个位置上 它受的势是引力还是赤力啊 什么力啊 假如这个方向是力的正方向 是什么力啊 在这个位置呢 不受力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呢 你通过这个看出来呢 在不同的位置 这个粒子受力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好了 粒子在不同的位置 它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运动状态 随着时间变化是不一样的 那这种情况 显然不具有空间平衡对称性 对吧 好了 假如我这个势能啊 是这样的 我这个势能是这样的 我的势能是常数 那我这个粒子 不管在什么地方 它的运动状态 随着时间变化都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把第二种情况 就叫做 这个质点 在F方向具有空间平衡对称性 在这个方向运动 你把它变化到某一个位置 任何一个位置 它的运动状态的变化的规律 是不变的 当然V0等于0呢 是一种特殊情况 V0等于0的话呢 就代表这个粒子是自由粒子 对吧 所以呢 我们描述空间平衡对称性 那我就用这个质点 所感受到的势能那里描述 如果 质点在保守场 VX运动 具有空间平衡对称性 就是指这个势场 这个势能函数 跟时间 跟那个位置没有关系 以这个式子就表明它在X方向不受力 或者合力等于0对不对 合力等于0 那就表明在X方向上这个质点的动量守恒 所以我们有一个结论 在某个方向上 如果这个质点 它具有空间平衡不变性的话 在这个方向上这个质点的动量一定守恒 我就从时空的变幻不变性 对称性 就得到了这个粒子 这个体系 具有的某种物理量的守恒性 还可以证明一下 这个空间转动对称性 对人角度量守恒 就我这个体系 绕着某个点在空间 做任何转动 这个体系就有对称性 这个体系 没有任何可以观测到的变化 那它对应的角度量是守恒 比如我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重力我忽略不计 我受到另一个引力中心的吸引力 有吸引力对吧 那这个例子 关于这个引力中心 不管怎么变化 假如我这个例子 跟这个引力中心距离不变 它验着球面 验着一个以引力中心为球心的 距离为半径的 这么个球面运动的话 不管运动到什么地方 这个引力 关于这个引力中心的力距都是零 对不对 角度量是守恒 那这件事情从几何上看呢 就相当一个例子 在一个球面上 在一个光滑的球面上运动 忽略重力 忽略重力不管 也没有摩擦力 这个就是转动不变性 这个例子就有转动不变性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空间转子 相当一个例子 在一个光滑球面上运动 等等等等 这个你可以用牛顿力学去证明 比较凡 还有呢 时间平移对旋性 代表能量守恒 时间平移不变性呢 是这个意思 我对这个例子来说 在时间这个坐标上 我讨论它 在不同的位置 也就是不同的时间 它是否发生变化 所谓时间不变性呢 我们知道 决定这个例子的 时空性质呢 是势能 对不对 一般情况下 势能写成 XT为变量的函数 假如我这个 这个例子感受到的势能 不显寒时间 不显寒 不显寒时间意思说呢 这个势能 只跟X有关 这是不显寒时间意思 不显寒时间 是不是跟时间没有关系啊 不是 不是 你这个X随时间变 对不对 粒子随时间变 对不对 不显寒时间 说的是 在势能的函数中 不包括时间 这个变量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表明啊 这个例子啊 不管你是在今天 还是在明天 它的势能是不变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叫时间平移不变性 或者时间 具有时间平移对称性 那它能量一定守恒 对吧 能量不随时间变 就在能量守恒 等等等等 总之呢 我们通过简单的分析 看出来 如果这个质点 或者体系 具有空间平移不变性 那这个体系的动量守恒 具有空间转动不变性 那这个体系的角度量守恒 具有时间平移不变性 那它的能量一定是守恒 这样我们从时空 时空对称性 就能找到一个相应的守恒量 但是某些时空对称性 不具有守恒量 比如时间繁衍 我的体系就有时间繁衍不变性 你找不到相应的立志量 守恒 我们简单知道 这么一个概念就可以了 物理学的主旋律 是寻找和理解自然界的 最深层次的对称性 这句话呢 这个 当然是对的 主旋律是这样的 但是具体做起来问题的时候 好像具体的 这个物理体系的 动力学方程 好像更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个就像什么呢 就像宪法和 具体的一些法规一样 有宪法 那是所有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 所有的法律 必须满足宪法的要求 但各个地区 各个方面都有相应的法律 比如交通法 有公司法 你不能说 最高法律是宪法 那么在处理具体问题中 都按照宪法去做 有时候那个法条呢 你没法执行 对吧 还有具体部门 具体方面的一个具体的法规 做个比喻呢 那么这个对称性 守皇规律等等 就相当于宪法 而具体的 你的物理学体系 比如牛顿力学体系 比如热力学体系 电磁学体系等等 还有自己的规律 你这个具体规律啊 必须遵守宪法 必须遵守这个 这个深层次的 对称和守恒性质 但是对称和守恒性质呢 并不能代替具体规律 就是这么个关系 所以当然从哲学上说呢 你可以高谈对称性 对不对 但是具体做问题的时候呢 还要考虑具体的规律 这件事情呢 也涉及到教学改革中的 两种几种不同看法 一种看法呢 好像我们应该呢 从更高的层次 去理解这些具体的物理规律 就是很强调 对称守恒等等 甚至呢 可以从对称守恒呢 在有些情况下 可以得到具体的 物理体系的动力学方程 比如牛顿力学的一些方程 比如牛顿第二定律 和第一定律 我可以从动量守恒出发 能导出来 这个挺好的 我也非常欣赏这种做法 但是有些具体的 物理学体系的动力学方程 不能简单地从守恒 和对称得到 比如有一些热力学体系 比如范德瓦斯方程 你从什么对称性得到 很难得到 它是在实验事实的基础上 经过对基本规律的修正得到 所以这两者应该结合起来 不能太强调一个方面 而忽略另一个方面 正如你在执行具体法规的时候 不要不遵守宪法 同样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 你还考虑具体情况 我不知道我这个比喻 恰不恰当 就是还是邓小平先生那八个字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是不要为了逻辑上的完美 不考虑学生和学生以后的具体工作 这个我们这个教学 还有一个就像毛主席说 为什么人的问题 你的对象是什么 你要达到什么教训目标 不是在哲学上 或者在什么理念上 做一些基本的假设 还要实事求是做一些事情 所以大家要非常重视 具体物理体系的具体物理规律 如果这个规律违背了对身性 它一定是错的 但是满足这个对身性 也不一定是对的 得符合这个具体物理体系的 具体的实验事实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否则人家就说 你眼高手低 高谈阔论 黑动我也懂 宇宙大巴乱也懂 一道牛顿力学都算不对 这个也很难做实际工作 好了 第二 应用守恒定律 不必了解过程的细节 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结论 这个我们先举个例子 比如贝德塞变中的 中微子的发现等等 第三 对对称性和守恒定律 凌驾于具体的动力学方程之上 是建立和发展理论的基本原则 它相当于是宪法 这是我刚才说过 我们牛顿力学 这个具体的规律 牛顿第二个定律要满足 加理率变化的弦变性 以后我们讨论 相对性例子的动力学方程 它必须满足 劳顿次变化的弦变性 我们在得到 劳顿次变化鞋变性下的 相对论性的粒子 动力学方程的过程中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 我们的讲法跟说成不一样 我通过爱因斯坦那两个假定 其中的一个 就是所谓的鞋变性 就是爱因斯坦相对性原理 任何物理规律 包括力学规律 都应该满足劳顿次变化 从那出发 一步一步 我们就可以得到 智能关系 质量跟速率的关系等等 我们这种讲法 这种讲法 好处在于 避开具体的 那些物理实验事实 我从这个 相对性原理 我通过一些考虑 能得到这个结果 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看起来 好像有点太抽象 因为我们以前 具体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这种讲法 可能更有利 另外按照书上的讲法 有个问题 首先讲定质量守恒 然后一个小球 分裂成两半 然后计算它们的质量 最后得到质量公式 质量跟速率的关系 学生往往问 你还没定义质量呢 你为什么说质量是守恒的 回答是 因为它是个基本假定 质量跟速率的关系 是个基本假定 那既然是假定 实验室是证明它是对的 任何物理现象 都应该满足 我就可以用任何物理现象 我能凑出这个结果 所以你不要对我恪求 我逻辑上有一点 先后次序的混乱 这是正常 这是我们这种讲法 是有利的方法 不利的方面 你觉得挺抽象的 挺数学化的 不过考虑大家学过 现行代书 我们用一下 更有好处 书上内容你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 去理解它 我刚才说了 对权性 守恒 和具体的物理规律 它们都很重要 不能偏废 不能强调一个 去不承认另一个 我们讲在相对论的 动力学中 用这种方法讲一下 好了 碰撞是经常见到的现象 什么是碰撞呢 就是两个物体 接近或者接触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发生的强烈相互作用 这个过程叫碰撞 一定是两个物体 或者几个物体 而且这个作用得强烈 这种情况 一般成做碰撞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是碰撞 碰撞 你们玩过碰碰撞吗 这是断锤 以断键碰撞 这是典型的碰撞 碰撞的概念 并不限于碰子上面 在微观世界中 密子间也会产生碰撞 N是原子核 N是轨道上的电子 P是光子 光子射向原子 以电子碰撞 飞出一个电子和一个光子 这是今后要讨论的 康复论实验 R的粒子 以原子核相碰 粒子尚未接触 就分离而改变了方向 这种过程也为碰撞 这是碰撞的困撞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碰撞不一定碰 比如这个 比如我进了一个光子 光子和这个电子 发生了弹性碰撞 电子跑出来 光子也跑出来 你能说光子跟电子 接触了吗 微观上没有这句话 对不对 碰碰撞可以 一接触就碰撞了 所以其实是电磁波 电磁场 光子所描述的电磁场 在这个电磁场 或者是这个电磁波 中央下 那个电子的行为 当然电磁场有粒子性 但这个光子 跟那个电子的所谓碰撞 未必是我们看到的 这种机械的碰撞 光子过来 把电子上跑掉了 不是那样 后来那个粒子也是 那个粒子呢 电子通过原子核附近 被那库人场 在那库人场作用下 就改变了方向 这个时候呢 那个电子 或者带电粒子 并没有和原子核的粒子 发生接触 所以对这个碰撞 应该这么理解 不一定就碰上了 微干铝的碰撞是十分重要的 微干铝的碰撞是这个意思 假设 假设我有一个入射粒子 粒子流 入射粒子 在加速器引出的一个粒子流过来 这是一个把粒子 我的目标呢 是通过这个 这个入射粒子作为碳针 我要碳球呢 它和把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就这个式 就是这个式 我要讨论这个式 这个式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了 很复杂的 我怎么讨论呢 我这样 我入射流跟把粒子呢 进行碰撞之后呢 我在某个角度上 就是这个角度两个角 一个是set 几角 一个是方位角 但是由于是轴对称的 对吧 所以我只讨论几角就可以了 我用接收器 我接收呢 被这个把粒子散射的这个粒子 我通过接收之后 我就知道 在这个方向上单位时间 在单位立体角内 有多少个粒子被接收 我这个实验室时呢 可以通过计算 通过理论计算 假定一个把粒子 跟入射粒子之间相互作用式 我通过量子这些可以算出来 然后跟实验结果做对比 如果基本符合实验结果的话 就说明 我假设这个式啊 是对的 如果跟实验结果符合的不好 我修正这个势能 最后呢讨好实验 理论总是讨好实验 当你修正这个势能呢 在很大的角度范围内 都符合实验的话 你这个势能 大家都认可 认为你猜出的势能是对的 而这件事情十分重要 在高能物理中 在粒子物理中 这个碰撞实验呢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比较基本的一种 碳球粒子结构 和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 实验方法 你没有别的办法 你这两个 宏光物体可以 它的作用力 我用个弹簧就测出来 对不对 你微观你怎么办 比如我讨论质子的结构 这是个质子 它里边是什么东西 你不能把质子敲碎了 讨论质子的碎片的相互作用 对不对 怎么办呢 我用高能电子 能量非常高的电子 我们知道电子的尺寸 要比质子小很多 这个电子进入质子之后 然后再弹出来 通过这个截面的计算 我就发现质子里面 好像里面有三个很硬的核 一个质子 里面好像有三个很硬的核一样 我通过理论计算 我可以猜出来 这三个很硬的核 就是所谓的三个夸克 对不对 这是德诺质讲 这是非常重要的实验事实 所以我们现在讲碰撞 是以牛顿力学的方式讲 但是它的物理的含义 和在物理学研究中的作用 是非常广泛的 好了 我们休息一会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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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